一個姓吧 當然一個姓 又圓了 我們男嘉賓話不多 但是剛才跳完舞之後 明顯畫匣子就打開了 開始笨了 我們男嘉賓的情感狀況 他是離異的,對吧 對 咱們通過一段短片 來了解一下 我們男嘉賓的感情經歷 也正是因為從年輕時起 我不僅愛好運動 還愛好唱歌、跳舞 所以這一次幕會導致了 我與前妻最終的分離 我與前妻進行介紹走到一起 結婚二十多年來 因為她在工作中的職位 一直都是領導的原因 在家庭生活中 她也是十分強勢 其實我特別關心孩子 升學 將來的發展 其實我是挺關心她的 但是她 從來也不讓我 管這些事兒 插手這些事兒 因為自己決定 作為一個粗糙的男人 在矛盾中 還不會天言蜜語 去哄對方 就這樣 在一起吵架之後 帶著賭氣的成分 結束了我們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離婚後 我也曾經感到後悔過 但放棄了 就再也沒有回頭的機會 從上一對婚姻結束後 我反思了十五年 婚姻不能堵氣 也不能傷和氣 遇到問題 更不能真生氣 要真心地聽對方解釋 才能共同攜手走下去 你是那個 願意傾聽我的言嗎 我在愛的選擇等你 說到您這個感情經歷 我看短片裡邊提到了說 您和您前妻 是因為一次爭吵 一次賭氣分開的 對 是嗎 那次爭吵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爭吵 也就是跳舞 就是跳舞的原因都是 就好像也不懂那個什麼鬼 就說你跳上舞了 就老人去找你 這個咱家就不樂意了 這個畜生的矛盾 其實能是誤會 又是事 你現在回憶起來的話 你後不後悔 就是因為跳舞這事我堅決不改 不是 家庭破碎了 可以這樣理解吧 是 我就覺得 真不是太大了不得一事 不能說是日久生情 就是說 配合得挺默契的 你就總想跟他一起去跳舞 但是這兩個人習慣不一樣啊 他對您產生誤會了呀 那是不是要不就把這個 矛盾解決掉 他理解不了的話 可能您就得犧牲自己那個愛好 回歸到家庭 有考慮過這樣的做法嗎 他應該尊重對方 在一起生活 應該尊重對方 您也說的是 他基本